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7月13日 评击共和党领导的各个州 推动收紧投票规则 他称这是对自由正在展开的攻击 共和党人则表示 他们收紧投票规则 是为了防止未来发生选举舞弊事件 令到美国人可以对公平点票有信心 在他六个月总统任期内 可能情绪最为激动的一次演讲中 拜登称17个州已经通过的28项法律 令到美国人更难投票 拜登在无点名的情况下 指责前总统特朗普继续声称 他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 因投票和点票舞弊而被洩走了 另一个四年的白宫任期 他说这是一个大方言 一个大方言 拜登对聚集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的支持者宣称 人群报以掌声 拜登再次呼吁参议院通过众议院 已经批准的投票权立法 就该法案将国会和总统选举的规则全国化 从而推翻各州新颁部的限制措施 拜登和民主党议员都表示 这些限制将会尤其阻碍少数族裔投票 而这些少数族裔通常投票给民主党人 我们在nych股ach同议院中运政绅 決定下桑設 更兴 poll稳预 slope 降到民主党 Gold方面 懇考虑 市场颂ifying